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金融曼奥顿 那么今天来指数 今天来昨天大涨了500多点 之后今天指数拉回 那么来今天拉回 下跌37点 今天开高之后稍微震荡一下 昨天美国也稍微震荡一下 美国来昨天早盘的时候 纳斯达克一度是跌稍微多一点点 背板也是 但尾盘都翻起来了 纳斯达克是收在高点 背板的话收在中间附近 道琼化 道琼我解过很多次了 基本上来说还是在走原来的轨道 当然最近的话 就是消息面上面来说 昨天很多人就大家 盯着眼睛在看 昨天的零售销售数字 数字如何呢 我想大家也看到新闻 基本上来说是月减0.8个百分点 比预期要来得低 因为预期是0.2个百分点 为什么昨天早上稍微震荡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 看完这个数字 当然等一下还要再回到大盘 来跟大家说 所以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关联 然后你的操作应该怎么看 所以我们先看 零售销售数字0.8% 那负0.8%那不如预期 那为什么早上会震荡一下 因为呢 这个有一点点逼近上次这个低点 对吧 这是每个月啦 这是每个月的数字 那所以呢 从上个月的0.4掉到负0.8 这0.8已经接近之前这个负0.9 所以呢 在早上的时候就稍微指数震荡了一下 但是这个呢 主要还是一些天后的因素啦 应该说季节性的因素 那当然天后因素来说 刚好美国就比较冷嘛 所以呢 有些活动自然大家天然就懒得懂 好那上次那一次呢 这是负0.9 但是这一次不是发生在天冷的时候 所以这两个其实不能一起比 为什么 因为时间不一样嘛 它这用的是越比较 所以呢 越比较这个一出来 大家看吓一大跳 对不对 但是呢 虽然好像很接近这边 但是这个是没有在天冷的时候 这个是在天气就特别冷的时候 那天气冷有些因素就下来了嘛 所以它自然就会稍微拉回一些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分项的细项指数 好细项指数来说 对不对 你看到什么东西掉下来 有没有 那第一个看到什么 第一个看到建筑嘛 就是呢 建筑装潢这个部分嘛 这部分当然它就下来了 就是呢 这个园艺建筑部分就先下来 天气冷啊 天气冷有人去搞园艺吗 对不对 那冷当然就先暂时不要动啊 所以这个很正常啊 好那再来的话呢 在零售上面的话就是应该说杂货啦 杂货店这里也稍微下来一些 天气冷又懒得动啊 对不对 然后再来加油站 加油站也是嘛 天气太冷就少出油 所以基本上来说这是气候性的因素是占的比较大一点点 那气候性因素会怎么样 你又不会天气一直这么冷啊 对不对 现在都已经 现在都已经二月份了 所以接下来就春暖花开了 春暖花开这些因素就会消除大半 好所以呢 这影响的话呢 市场有时候很好玩啊 大家一看到数字之后吓一跳就先跌一下 结果再过一会回过时来想想 这个天候运数不是过一阵就没了吗 好所以呢 来昨天美国指数来说那收盘大部分也都上来 好那我们看这个数字 先从刚才讲到稻穷来看 稻穷的话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这个就是什么一阶一阶上升的轨道吗 对不对 所以一阶一阶上升轨道从这边是一个轨道 从这里再上升 对不对上升再上来 是不是一段一段上去 对不对一段到往上走吗 是不是 所以的话再往上吗 好那再往上所以拉回到这里也是买一点 所以这边的来讲 它不是那种很陡的角度 好但是呢它自有自成一格 这个规格就是说呢 它就是慢慢的点高 它用一箱一箱往上的方式点高 所以你操作上来说 基本上不用紧张 好那当然如果你是每次买在那个箱子的高点的话 当然就会震荡一下 好但你要记得通常就是这样 在箱子的里面上下震荡一下之后就突破了 好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维持多头没有变 那么再来看看另外的飞办跟纳斯达克 那纳斯达克当然它的其实也快创新高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就是考验人性对我们说市场有两种这个有两种 也有两种驱动 一个是大驱动一个是小驱动 大驱动是什么 大驱动是比较长的方向 好那那个方向通常影响力倒是大的 但是中间会有小驱动 那小驱动就是什么 就是你长多它会回 就像跌多了会反弹 那个叫做小驱动 所以今年其实是蛮考验人性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就会把小的当大的 把小驱动当大驱动 把大驱动当小驱动 那就相反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就很容易会在买点来说当卖点 对不对 然后就会造成什么现象 就会造成你会看到指数跟你的想象不一样 它慢慢往上面在电高 可是没有赚到很多钱 这就是今年的 我觉得在今年会很明显 尤其在第一季最明显 因为第一季其实今年是刚刚正式的翻多 那你刚翻多的时候 大家会摆不掉之前的空头思考 那种情况之下 你说大的大循环里面是上涨 然后小循环里面小驱动里面拉回 那个拉回是买点 对不对 你当大小在相反的时候 大往上小往下 那个小往下是买点 但是如果你是还停在以前的空头思考 那你就会砍出去 很多人就会在那个短线拉回就砍出去 砍完以后就发现就不跌了 然后不跌就算了 过一阵子来创新高 对 纳斯达克就是很标准 背半也类似 有没有 很多人就是会这里砍掉 破线砍掉 缺口 对不对 一个缺口藏黑砍掉 砍掉以后就一直创新高 所以这就是人性 那人性在什么时候会最影响最大 就是我讲的那种空翻多初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影响最大 因为 你要知道它的驱动力是往上 但是驱动力所产生的数字 还没有完全显现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就像AI现在一样嘛 我说AI是今年全年的主轴 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性的变革 你说这个数字 AI两个字不是今年才发生 对 它不是今年才发生 但是它以前没有那一种的 深层式的AI 就是属于大量训练的AI 它以前没有那些 所以它只有在很小的应用 但今年就是大的应用出来 那这个应用出来的时候 你现在还看不到全面性的大数据出来 你还不会看到就是说 你周围所有的人的东西都换了 对不对 所以会有人半信半疑 对 但是它的方向来说 是一直在往上 也就是说当你看到那一些 哪一天如果大家手机都已经换了 笔电已经换了 NB已经换了 车子也已经用了 你全部都弄到那一些的时候 那已经不知道到哪里了 对 那就是因为是在初期 所以才会有一些人会不习惯这种思考 那就会有那种空方思考 就像指数空翻都会说有事 你刚开始落底回升第一年 很多人会停在过去的概念 它会停在过去想法里面 好像一根黑黑下来赶快卖 不卖的话就要挂了 对 结果发现那根黑黑砍下去的都怎样 都砍最低点 对吧 大盘就是这样子 那废半也是类似情况 所以呢 其实 今年以来他们长得也很多了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很强劲的走势 你看纳斯达克也好 或者看废半 我们看一下废半走势 你看废半走势一样 对不对 从这里3100多点 要涨到多少 4558点 它这个涨幅是非常大 那你这种涨幅 你就会一段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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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走嘛 是不是 就是所以我才想说你要找大的驱动 小的驱动 大驱动是往上 小驱动拉回就是买点 就像这里这里拉回都是买点一样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停在过去的思维里面 你就会怎样 这里叫破线 对不对 这里叫按头 这里叫怎么样 这里也叫做什么 这里也叫做反转 是不是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所以今年就是会有些考验人性 那人性这东西是怎样 为什么人家说100人做股票90个人是赔的 对不对 就是因为 嗯 第一个就是 你除了这个专业上面的东西之外 还有一个人性 对那人性的东西就是会让人家怎样 会让人家在大小方向里面倒着坐 你知道 你大方向往上 小方向往下 小方向往下拉回是早买点 但是偏偏很多人 那个时候就会砍 好 那个就是人性 那个就是人性 那人性怎么克服 人性要怎么克服 人性其实就是用专业克服 就是得用专业克服 你越懂 你就会越知道将来的蓝图 那你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事情 你就不会在中间震荡的时候迷失方向 那这个其实最后会产生非常大 南辕北侧的差异 因为有些人会赚好几倍 那有些人不见得会赚到大钱 好 所以这就是呢 今年我觉得人性很重要 人性又跟专业有很大的关系 对不对 那专业这种东西是这样 就是有些东西是大家看的不太懂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有一些标股东西你看不太懂 但是其实那个就是专业 其实那个就是专业 这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聊 好 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就是 美国长到现在继续往上面涨 我认为其实真的不要预设立场 我们先看这是标普500 标普500的企业的利润率 企业的利润率 那么其实每一次的封底都是给你买的 这里是给你买的 这里也是给你买的 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它也是怎样 网上的趋势 也就是短期的修正回来之后 现在回到网上趋势 所以美国会创新高不是没有道理 我认为是很合理 因为你现在的一般的 就是说整体来说 AI是刚开始 而且现在速度很快 应该说它现在发展的速度 现在开始越来越快 但其他的东西落底的落底 有的还没有全面回升 没错 但是也都在什么 也都在回升的路上 有些是在底部正要回升 有些是在强力发展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里自然就会还会再上去 所以其实AI还会带动一些东西 其实它会把企业成本也降下来 企业成本降下来会有什么好处 企业成本降下来的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你一顿又上升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美国也是走多 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的营收的话 来上市贵营收连9月 连9月上3兆 对不对 这个已经到同期的次高 那么这里面当然出新应用之外 还有很重要就是什么 库存调整已经结束 库存调整已经结束 现在才准备要回补 所以你从循环角度来看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行情是要把握机会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今年一直强调说 要看稍微大一点点 这不是喊口号 因为如果你看很小 你就很容易掉到空头的陷阱 空头思考的陷阱 你就很容易会见数不见零 对不对 见数不见零会就是意思什么 放大一根黑K却忘了那根黑K后面 还有非常多的红K是不是 你就会卖在那个点位 然后把卖点到卖点 今年我觉得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股票把握赚钱的机会 我们再回来看看大盘 今天大盘的话震荡一下合不合理 来今天下跌37点 我觉得今天跌37点 或者27点 47点 就算57点 我认为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你昨天涨多少 对不对 你昨天涨了500多点 这缺口够大 你知道吗 这缺口够大 这缺口这么大 它一定是会震一下下吗 为什么 你已经500多点了 你今天难不成又要300吗 你今天在300 明天在200 你就要直接凑1000吗 是不是 基本上来说的话 短线上面它本来就会震一下 可是这震荡不是表示说什么 不是表示说它的烟火就结束 不是这样子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五日线管理还太大 五日线今天是不是扣这里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下礼拜一扣到这边 有没有 它会上升很多 然后下礼拜二扣到这边 它基本上就收敛掉 那不会等到它完全收敛 其实它快要收敛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怎样 就会开始再往上 那这缺口很多人就会说 你现在的强弱就看这缺口补不补 那个是从技术上来讲就是这样 那技术上来讲你当然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会不会补 你就要用其他东西来判断 那我觉得基本上来说 它补一点 就算补一点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不补 或者就算补一点点都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是由基本面决定的 简单来讲 这是由后面基本面在决定的东西 而不是纯粹的 就是好像就是看着它会怎样 不是这样子讲 所以的话我才会讲说 你看大盘震荡一下 因为缺口很大 我觉得非常正常 但是就一两点的时间 可是我昨天讲到OTC 你看这个OTC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OTC没有那个缺口 是不是 没有那个缺口它就直接冲上去 对不对 它连冲两根 没有那个缺口因为它没有台积电 它没有台积电 它没有台积电 所以它没缺口它就会直接让拉 所以这个会震荡只是因为它有缺口 但是怎样 两个东西都一样 好没有 大盘就等于一次走到这里 然后停一下 对不对 OTC就是分几天上去 但是你震荡之后 它大盘还是会上去 对不对 台积电今天回一点点 是补了一点缺口 这我认为一点关系都没有 五日线今天在这边 明天在这边 后天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的话大概在一天 我觉得差不多了 那么那个高点会过 我认为是会过 因为你从评价来看的话 你现在不能看过去的评价 你千万不要看2023的 现在你要看的是2024、2025的评价 你要知道股票一定会做往后看 所以要把握后面赚钱的机会 那个股当然就非常强 那我们个股更强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看个东西 先看什么呢 先来看神盾 因为我们今天超强 今天神盾涨停 安国涨停 然后南军也涨停 而且我们的新标股也涨停 非常非常强 所以先休息一下好了 待会再跟大家说 待会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我要先讲一下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 要赶快先订阅 那你在YT里面直接搜寻金融软实例 金融软实例 五个字 你在YT里面搜寻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是很好赚钱的机会 而我们的频道里面除了每日的影片 每日的影片之外还会加上什么 还会加上很重要的产业讯息 包括一些产业上的重点 还有包括甚至于包括债券 那ETF也是 所以的话在里面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资讯 所以还没有订阅的一定要赶快订起来 因为你所看到的会不只是什么 不只是我们每天对大盘上面的解盘的影片 还有包括标股 甚至还包括什么后面更强的产业的系列 这些都非常重要啦 那有很多人关心债券等等之类的 我们的影片里面都有非常非常棒的内容 好所以呢 还没有订阅记得在YT里面搜寻金融软实例 好找到之后的话就是赶快订阅下来 同时小铃铛要打开 好那我们再来看的话 就是说指数虽然是跌啦 不过我觉得跌没什么关系 但是呢 我们的标股是完全没在管它 对不对 先来看看这个神盾在 昨天神盾 我说他要创新高了 对吧 昨天放完价回来第一天 开红盘第一天神盾涨停板 今天开红盘第二天神盾又涨停板 今天正式再创新高 304块今天迅创新高 来 昨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有没有 是不是 铺段获利现在已经到了141个百分点 而且呢 其实 神盾有量有价 它其实非常非常好做啦 应该说你一定买得到 你绝对买得到 绝对赚得到 而且可以很轻松的赚 而且还有更重要一点 我带你买的时候都超级好的买点 真超好买点好吗 对不对 都超级好的买点啊 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时候 先来看看这个是2月5号 2月5号干嘛 2月5号不是封关那一天吗 封关那天大家看到嘛 市场是不是很多人在想说 神盾怎样啦 是不是安国怎样啦 等等之类的 是不是报纸都学很大 我那天影片也告诉你为什么 是不是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赶快订阅 你如果来不及的话 还没有看的朋友 记得我们的YT频道里面 搜寻金融软实力 记得一定要订阅下来 2月5号封关那一天 神盾是不是跌停 251块附近嘛 超级大好的买点啊 是不是 我买神盾到现在 好几次的买点 不是盘下 就是平盘 然后呢 封关那一天 躺在那里给你买 是不是 你想买多少就有多少 你要买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 你都绝对可以怎样 绝对可以买得到 绝对可以买得到啊 所以我说大驱动小驱动 对不对 大的方向里面小的方向 小方向拉回的时候买一点 这个要用什么样才能够去把握它 你没有对 你没有对产业有一定的 够深入的了解的话 你就会在那个心里面上面 你就过不了那个心里面嘛 是不是 然后就会错过标果 你不要觉得那不重要 今年绝对很重要 因为今年很多股票会涨超过你想象 今年很多股票会有好几倍的获利 但是你如果不懂这一点的话 你就平白错过很好赚钱的机会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懂没关系 对你就一起来做 你一起来的话 我讯息就告诉你清清楚楚 你非常好买 跌停附近随便你怎么买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是不是 然后放完价回来 放完价回来就直接给你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板 再创新高 是不是 所以一档股票其实有很多次 可以让你上车机会 其实一档股票 它如果要这样几倍飙上去 中间都是好几次上车机会 都可以让你很轻松赚大钱 对不对 我们神盾操作一路都是公开操作 有没有 你老师有没有像我们这样 市场上可以这样子带你赚钱 我相信真的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别人 但是目前我再还没有看到 对不对 126块买进 盘下139买进 有没有172也是盘下 然后这个是在195平盘附近 有没有 而且我讲的这个不是去年的事情 这是今年1月初才买进的股票 现在才几号 现在才2月中旬 中旬还放了年价 对不对 那累积的获利多少 累积的获利 现在已经141个百分点了 有没有 现在已经高达141个百分点 我的买点 这里的买进 这里拉回的买点 这边盘下的买点 这里平盘的买点 这一天跌停板的买点 有没有 你单单这里也是直接两根涨停 你这里的话 上来的话有没有 已经赚超过100块钱 你到这里已经100多块钱 你随便怎么样都大赚 你整段上来的话 你就算中间都没有买 你还是141个百分点 那你如果把中间都加上去 就不得了了 是不是 这全部都很清楚 所以我就讲说 我们买点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要懂一档股票 其实在多投的时候是凭什么 是比什么 是比谁 是比谁的专业够大 谁的生日够神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有时候大家不太了解的时候 就会觉得 这个是不是有点投机什么之类的 我告诉你 要不然的话你去看看投行的报告 对不对 看不懂的东西 有些人大概如果看不懂的东西 就觉得他好像投机 其实不是这样讲 不然你去看投行报告 你全部看不懂 你全部都看不懂 对不对 你看不懂还写什么 那些东西你都很陌生 可是那就叫专业 那个就叫专业 是不是这样讲 对我就告诉你 神盾的故事 对不对 前瞻是怎么样的 先进制程的IP 先进制程的IP用在哪里 对不对 跟M31非常类似 那基础原件IP有什么好处 现在不是要按要退出吗 是不是要通常退出之后 让出多大的市场 那个份额有多大 M31跟他几乎一样的结构 在M31多少钱 对不对 更横化他的技术 制程的节点还比他更快 是不是 那个爆发力就更大 对不对 所以我才讲说 你不只是要会做标股 你不只是要这个 要把握这个 今年赚钱的机会 买最强最标的股票 直接就赚最多之外 你还要知道怎么做 我所有的买点都公开预告 来看看 这个安国就更精彩了 来干国224块 那个时候涨停板 涨停板 涨停板的时候 我们涨停板的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 涨停板 先获利出一半 那为什么 人道走廊要来了吗 人道走廊会有人道走廊 懂意思吗 人道走廊开之前 我就带你先出一半 因为我知道人道走廊会来 他会 不然那空单也太惨了 那太惨了不是吗 对不对 可是人道走廊开完了会怎样 开完就关了啦 开完就关了啦 我们224块卖掉 昨天开红盘 是不是已经昨天就公开了 昨天就告诉你 175块把卖掉的接回来 有没有 那224块卖掉 已经差两根多的差价 接回来接回来之后 直接再赚钱 今天更漂亮了 直接涨停了 直接就涨停了懂吗 是不是 所以来我们基本上 卖得漂亮 买得更漂亮 进场点当时131块 一路操作到现在更漂亮 今年就是这样一档赚一档 一档接一档赚不完 所以我们标股是 当然讲运太多 已经来不及讲 真的来不及讲 金利科今年创新高吧 对不对 金利科你就直接这样看 真的啦 股票会涨超过你的想象 这个就是呢 真的懂的人就可以赚多少钱 那不懂就没有办法 那当然还包括的话呢 我们真的时间不够 所以呢 因为我们标股真的太强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人家是一档标 我们是档档标 真的档档标 来 昨天涨停 是不是 今天又涨停 这个现在才有80出头 对不对 还有得标 对不对 再来我们的小富士达 也非常强 小富士达谁 南俊 是不是 从封关前 就一路赚到现在 这是封关前 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好我们进场之后就涨停办 然后第二天 封关那一天是第二根涨停 拿开红盘第三根涨停板 是不是 今天第四个交易日 第四根涨停板 小富士达 南俊 又又又涨停板 我们2月2号131进场 四个交易日 四根涨停板 是不是 所以恭喜大家 全部都赚大钱 我们就是最强的家族 那是因为 我们基本上真的很强 专业很强 本小姐我自己就很强 我的团队也很强 我其实一个人 我自己就可以打掉很多人 就比别人整个团队都强 那我们团队其他人更强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好 好我们时间不多了 所以赶快 因为只有30个名额 所以赶快讲 来新的这档股票 风华绝带 AI的新标股 麦伦概念 麦伦是什么 麦伦是一家晶片公司 这家公司全球50%以上的超级电脑 以及微软谷歌 他们都用它的东西 那辉达是直接把它东西内建进去 这个就是它的相关的股票 1月营收已经暴增出来 后面还要继续再喷出 所以只开放30个名额 把后面三码直接给你 想要把我朋友 现在就直接打电话进来 只有30个名额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也就是大家稍微顺利 影片见 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